买了办公楼被别人这个剪羊毛啊 是吧 割韭菜啊 投往我的店用 是吧 我交店费给他用 是吧 这谁不欺负呢 对不对 这五根县 一直接在我的店箱店表这里用店 这层楼04年买的 这个已经招口店表店箱 有十多年了 别人一直在用这个店 就投往我的店 无论是办公楼还是居民楼 都是一家一个店表 用多少的店都是单独交钱的 但是总有一些人想要贪图小便宜 占用他人的资源 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男子竟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帮人交了十年的店费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谁这么无耻 偷别人家的店用呢 我那一层就是有三四个办公室嘛 都是照明嘛 是吧 空调嘛 几千块钱的店费就不得了 怎么搞出两三万啊 三四万啊 是吧 眼前这个十分愤怒的男子 就是本次的求助人叶先生 叶先生向记者抱怨 自己前几天突然发现 自己居然帮别人交了十年的店费 并且一直被蒙在鼓里 这让叶先生非常的愤怒 记者接到求助电话后 随即展开了调查 叶先生是一个小公司的老板 为了平时办公方便 就在写字楼里面 买下了一层的房间 为他公司的员工提供办公场所 近年来也为疫情的影响 叶先生公司的业务量有所减少 为了节省开支 叶先生将公司的布局做了一些调整 只启用了三间办公室 其余的平常都没有人使用 通常来说 三间办公室日常消耗的店费 是没有多少的 可是让叶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前往物业缴纳店费的时候 物业竟然让叶先生缴纳三四万的店费 这让叶先生大吃一惊 同时也感到非常的不解 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公司里面的日常用电 除了照明和电脑 也就是空调费点电了 但是就三间办公室用来办公 电费顶天了 应该也就几千块钱 怎么可能会用到几万的电费呢 该不会是电表出问题了吧 随后叶先生回到办公楼 寻找自家公司所在的电表 这不看不知道 一开始吓一跳啊 五根线现在我们已经查出了 是接上这里是五楼 是原来这个开发商和楼物业的 中央空调的使用用电 在察觉到电费不正常后 叶先生第一反应就是电表出了问题 于是前往电表箱进行查看 叶先生惊讶地发现 电表箱中竟然有五根外接电线 这让他很是气愤 到底是谁把电线接在自己家的电表上 这也太不道德了吧 经过一番检查 叶先生发现这五根电线 居然连接着的是物业的中央空调 叶先生感到非常离谱 他告诉记者 当年自己租下这层楼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电表里面有这五根电线了 但是当时自己并没有当回事 也没有细想 现在想来 自己是帮着物业缴纳了十年的空调费 叶先生非常愤怒 办公楼的用电是一块多钱一度电 这十年下来自己最起码损失了十几万元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 叶先生将这五根电线从电表上拔下 果不其然 电线拔下后 物业的中央空调也停止了运转 这个表就超过十万度电了 这让在场的记者也感到十分疑惑 物业为什么要偷偷用业主的电呢 难道物业有权能私自接业主家的电吗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随后记者联系了物业的工作人员 告知工作人员这一情况 物业的工作人员知晓后 立即联系了派出所 以及电工对电表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 一番检查过后 最终证实了叶先生的话 可是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 物业的工作人员居然理直气壮地表示 偷电一事与他们毫无关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证据都已经摆出来了 物业为何还有这莫名其妙的底气呢 物业公司偷电使用空调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可是被人发现后 物业公司反而叫去了 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动这些手脚的都是以前的老物业 自己是年前才接手这边的业务的 具体的情况自己也不是非常了解 面对物业公司这种敷衍的态度 叶先生是气不打一出来 为了能够得到充足的证据 叶先生再一次去检查了电表箱中的电线 而这一次的检查 居然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叶先生发现 只要自己在这边一拉闸 隔壁公司一排的办公室 也跟着断电了 也就是说 偷电的远远不止物业公司一家 为了了解电费的数据 叶先生来到了物业公司 检查了每个月的用电情况 却发现隔壁的公司 每个月都在按时缴纳电费 这就让人奇怪了 如果是叶先生每个月 帮隔壁公司交电费的话 那隔壁公司每月上缴的电费钱 去哪里了呢 叶先生怀疑 物业是通过双向收费的方式来敛财 那就是说现在一查账呢 他也是收了他的电费 但是我这里也收了电费 就是得收了我的电费 他要卖给他收电费 送上送费 这一发现让记者大吃一惊 随后在新物业的帮助下 查明了叶先生这几年来 一直承担着物业和隔壁公司的电费 为了了解实情 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了开发商 但是面对记者的询问 开发商却信誓旦旦的表示 偷电一事肯定不是他们干的 那叶先生当然不会相信开发商的话 叶先生表示 相关的证据自己全部都能够提供 偷电一事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最终经过记者的协商 开发商答应会配合调查 之后会派出专门的人员 去到叶先生的公司进行取证 如果叶先生的话确实属实 那么开发商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叶先生也表示 希望开发商能够说到做到 实事求是的去面对此事 不然他就只能通过法律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事情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那么对于叶先生的遭遇 屏幕前的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欢迎在屏幕下方强赞加留言讨论